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得度的因缘 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 在佛门当中它也有孝经之称 而这部经典对偶一大师的一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有请到敬业法师来为我们做解说 法师奥弥陀佛 主持人好 偶一大师由傍佛到陆佛门有起成砖河 那依我个人观点是 我把地藏经定位在成 那因为是偶一大师的父亲往生了 他碰到地藏经 亲人往生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碰到的佛经就是地藏经 那地藏经其实它没有那么狭隘 这是我个人观点 它不是只有局限在校 那个校这个部分里面 我先说那个地藏经是怎么来的 因为就是佛陀快要内盘了 然后经典是说 他到道立天 为那个 他的母亲 摩耶夫人 可是这里面有最感人的一段就是副族品 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对地藏菩萨说 他就摸他的顶 就像一个慈父要走了 那再摸他的长子 就说地藏地藏我要走了 弥勒佛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要像一个长子这样子照看这些严无底众生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地藏经是地藏菩萨承接佛陀的悲悯 是 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文里面讲的脉络 那如果从内容一般人比较知道就是 那个地藏菩萨在还没有成为菩萨之前 他曾经是婆罗姆女婚刮目女 比较喜欢讲的是刮目女 因为刮目女的妈妈 跟我们现在一样 爱吃荤 那不只是吃荤 还是喜欢吃鱼卵 全情忙掉生命 就是那个生命 那个杀业太重了 所以 他已经立刻掉那个地狱 所以光目女很孝顺 他就开始布施供养家 在禅地里面得到一种感应就是 他妈妈就得度了 就是投胎到他家 因为他们都很有钱嘛 都婆罗姆斯家都很有钱 然后他妈就跟他哭着说 我可以离开地 但来这边只有13岁就要死了这样 然后因为那个婆罗姆跟光目女 他因为母亲的关系看到 他母亲受地义的苦 那地义的苦就是推己及人 他已经看到地义众生的苦 所以是孝引发了那个慈悲心 所以地藏菩萨法院说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从那个孝然后推己及人的引发了慈悲之后 他就发了一个大怨 那我想感动的偶艺是孝跟大怨 因为他是儒生很孝顺嘛 偶艺大师是一个比较有使命特质的 那是一个怨嘛 所以在儒家的时候他就是要新儒家 可是当他看到地藏金这样子 他就发愿要出家 所以那个怨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那是一个启程 就是启那个竹川水柄 自治路之后的地藏金 刚好开启了他发愿要出家 但是还没有行动 是 所以是因为在地藏金当中 他看到佛门有这个孝的精神 而感发他想要出家的这一面怨心吗 不只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觉得活法浩瀚如涵 如果从外在环境 在明末的时候 佛教已经很四伪了 就是生不生啊 生不熟 中庭不是中庭啊 所以那时候他才会放佛嘛 可是从竹川水柄 自治路到地藏之后 他就把生献佛门 以生就是献给佛门这样子 然后就发愿出家 是 感受到佛华的浩瀚如涵 对 因为到后来他又碰到楞严金嘛 他就想说要了生托使 就是要成就自己的道业 是 这个是他几层转 那碰到那个楞严金的时候就转 然后他就入佛门 感到法师的解说 的确啊 正如法师所说啊 光幕女因为笑而感发悲心 最后进而成就大怨 欧毅大师也是这样 因为笑心 因为感得佛法的浩瀚如涵 最后决定深入佛门 一窥佛法大海的宝藏 欧毅大师因为阅读《地藏经》 进而发心出家 提到了出家 这真的是相当伟大的情操与智杰 节目很高兴邀请到 慈基大学林建德教授来到现场 教授您好 亦凡你好 是 提到出家 尤其是佛门里面的出家 这在佛陀的理想 甚至是整个佛教的传承 对于出家这件事情 它的意义与使命是什么呢 请教授跟我们分享 就这样佛教常有一句话 这个出家乃大丈夫之事 非将相所能为 出家其实不是一件 一般人做得到的 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出家 它是出烦恼之家 这个出三界之家 它是要这个 这个自求人上人 追求这个觉悟 所以它是一个 有相当高远的理想跟志向 这是佛教里面这个出家 其实就是为了修行 那修行不只是立己 自立 同时也要立他去度化众生 所以在佛教里面出家 它其实有一个任务跟使命 那就像说这个像上人 他那时候的这个出家的选择 他离家 他逃家 他选择出家 可是最后是处处为家 然后以天下为家 他跟佛陀一样 佛陀当初也是不告而别 跑去出家 可是他出了这个小家庭的家 但是他却扛起天下人的担子 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非一般人所人为 它是大丈夫的事 所以在佛教里面的出家 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 很崇高的甚至很伟大的 一种理想跟这种情操 那就于佛教的出家 是不是真的剃了头穿了袈裟 那就叫做出家吗 真的出家它的意义 或者是那种心灵的境界 应该是如何呢 其实在佛教里面 出家分不同的城市 如果就大范围来讲 所谓的生出家跟心出家 那一般的这种凡夫俗子 生心去不出家 他就过着这种一般的生活 世俗人的生活 那这个你有修道的理想 那就是生出家跟心出家 那最不乐见的在佛教里面 就是你身体虽出家了 可是你的心 还是在红尘俗世当中打滚 那就是生出家心不出家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生虽未出家 但是心却出家了 就像这个维摩杰菩萨 他虽为白衣 但他奉行沙门清静律余 虽处居家 不着三界 事有妻子 常修范行 就说他虽然这个生的形象 还是个在家人 但是他的心 其实是为了佛法 为了这个度众生 同样佛法度化众生 那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菩萨神 就神有不同种形象 在家的菩萨跟出家的菩萨 那在家的菩萨就是 一般我们希望它是 这个生虽未出家 那心却是出家的 就像我们这个 近世生团里面的清修式 虽然是在家的形象 但是商人对清修式的 这种期许 就是你心要出家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容易 因为你为了要 这个深入人群 到各个不同的 这个角落 去度化众生 帮助众生 有些时候那个出家的形象 不见得有利 有利你更深入的走入人间 所以你不免要保持一个 在家的身份 那这个清修式 大概就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生虽未出家 但是心出家的 一种形象平凡 是感恩教授的接受 感恩 谢谢亦凡 一切人 我们感恩全世界所有的出家法师 他们如智 守 智 奉 道 三宝才得以注释 众生也才有得度的因缘 顺治皇帝在赞僧诗当中有说 黄金白玉非为贵 唯有夹杀疲艰难 出离了生死烦恼之家 要进到解脱自在的如人家 更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心心念念 对众生不离不弃 这才是佛陀给我们 真正的教义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等会别忘了继续观赏 高僧站 恶意大师 我们下次再会 感恩